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林松 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一 今天有点天气有点不好 什么天气情况不好呢 因为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说那个雾霾的情况 因为我之前有把空气净化器的滤芯拆下来 然后和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老的空气净化器的滤芯 和新的空气净化器的滤芯有什么区别 然后呢看看那个空气里面有多少灰尘 然后多少粉尘 还有多少这个有害物质 各位如果你好奇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录的那个视频 关于空气净化器的视频 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好 果然啊看着天灰蒙蒙的 然后呢我就打开手机查了一下 今天的这个空气质量啊 PM2.5的指数啊 比上次就是那天我发视频那天啊 那个指数更高 达到了这个230左右 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 又达到了240更高了 我以为啊 我以为按道理它是会越来越高 对吧 今天可能会在250到300之间 因为这个这个APP 就是那个空气净化器的那个 联网的那个APP 还有就是说那个测空气质量的那个APP 都是告诉我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 我下午回来的时候呢 看了这个数据还是240左右 就是在一个重度污染 可以重度污染 就是那个颜色呢 已经变成紫色了 这个具体的那个图片呢 我会发到那个我的微博上 如果你想看图片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微博看 但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这个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说一下那个出地铁啊 然后呢就会看到那个风啊 一直在刮特别特别大的风 我就想 如果这个风这么大的话呢 那应该会把雾霾刮走吧 对吧 但是后来看了一下那个雾霾 就从我出地铁 然后走回来之后呢 就发现那个雾霾那个指数啊 果然降低了 然后呢降到了190多 但是虽然还是中度污染 但是比那个240230要好多了 对吧 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啊 我家里有一个雾霾的这个激光雾霾 呃 检测仪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的这个雾霾指数是这样子的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呢 是PM2.5的指数 然后呢 下面呢 是这个甲醛的这个指数 嗯 因为我之前一直开了空气进化器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家里的这个PM2.5呢 还是比较低的一个绿色 对吧 属于优质是1918 这不大20的这样一个数量 但是呢 因为关了之后呢 可能这个 因为这个窗户关久 因为在这个雾霾天嘛 就是你不能开窗户 就是如果开窗户 雾霾都进到屋子里面 对吧 所以我都把这个屋子关上了 但是呢 关上这个窗户之后呢 这个这个 呃 怎么讲 就是说 屋子全部关上之后呢 空气不流通 导致可能甲醛有点超标 就现在有点 甲醛在0.09左右 对吧 然后呢 而且我因为我要录像 所以呢我把这个空气 两个空气氧气都关掉了 呃 甲醛这个指数呢 就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等会 如果录完相册 我把这个空气氧气 重新打开之后呢 呃 PM2.5指数应该还是保持在这个 然后呢 甲醛的指数呢 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 有点恐怖 就是说甲醛的指数在红色 对吧 红色呢 也其实也也不算 不算特别高吧 就是不算特别高 但是呢 可能还是不太好 就是因为我可能窗户关上之后呢 然后空气氧气也关掉 所以导致这个甲醛指数有点高 PM2.5呢 很正常 这个是我日常 这个放在家里的 就是可以看一看 这个家里的这个雾霾指数 还有就是说这个甲醛指数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平常怎么去防止这个雾霾呢 其实我觉得 呃 很多朋友啊 在北京就是生活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 不重视这个事情 就是说 呃 觉得雾霾没有什么 对吧 但是 呃 怎么讲 就是我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 呃 为什么我会重视 因为我觉得 呃 我记得以前吧 就是我记得我14年的时候 刚回国 那段时间呢 就是呃 11月份 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就那段时间 雾霾特别特别严重 14年还是15年 我大概 大概是这个时间 然后那段时间 雾霾特别特别严重 然后严重到什么情况 就是晚上啊 大概有三四百的 那个北京啊 有三四百的那个指数 然后呢 坐在家里面 就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感觉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没有买空气氧气 这种东西的 然后我就感觉 特别特别的难受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干咳 然后好像有一股痰 在这个喉咙里面 但是呢 又渴不出来 这种感觉 都是一直 而且那个时候 如果你晚上洗澡 洗脸的话 就发现鼻子里面 都是黑色那种灰 然后我 我才意识到 这个雾霾很严重 所以呢 我就开始准备 这个空气氧气 然后从那个时候 开始要 这个戴口罩 基本上这样 但是呢 我能够证实啊 就是我能够 见证 这个北京的 这个雾霾情况呢 就是每年冬天 或者每年 这个深秋的季节呢 这个雾霾情况 是越来越好的 那个时候 14年15年 还有就是比较 怎么讲 就比较比较严重 但是16年17年 渐渐就好很多了 比如说去年冬天 14年 不是17年冬天 对吧 就是我都感觉 就是很不可思议 说北京这个雾霾 怎么情况好 这么多 就雾霾天特别特别少 就是大多数 都是正常天气 偶尔会有一些雾霾 但今年呢 还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讲了 就是今年的国庆节 那段时间 就是90月份 那段时间 就是空气特别好 对吧 然后呢 现在进入10月底 可能我印象中 已经有两次特别严重了 就上次我录像那一次 和今天 就是今天我想 再录一次像 就告诉各位 就是说 今天情况也比较不好 所以呢 就是我不知道 以后会怎么样 如果以后 越来越严重的话呢 那我会再继续来录像 告诉各位 但是就是今天这个情况 大概是这个样子 室内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室外 我看一下吧 刚才我讲了 白天是230到240 对吧 然后呢 后来之后 就是来风了 就降了一点 对吧 风吹了之后呢 可能就是好 现在还是190 195 196左右 当然靠风和雨 是最好的吧 风把雾霾给刮走 然后呢 这个下雨 然后就可以让这个空气 更加清晰一点 下完雨之后呢 空气特别好 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反雾霾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口罩 我觉得这个啊 就是刚才讲的嘛 很多朋友不在乎 但是我还是劝各位 就是说 你最好在乎自己身体 因为真的雾霾 这个东西 就很难 让人很难受 虽然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严重 但是让人很难受 还有就是说 它可能对身体呢 是一个 可能是有点潜在的影响 所以呢就是尽量 还是保护好自己 比较好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这是我日常 喜欢戴的一种口罩 这个叫CM这个口罩 然后呢 你猜京东和淘宝 都能买到 我之前戴过那种 就是没有这个 这个气阀的 就是完完全的一个口罩 然后呢 今天戴的这个 是有这个 这个呼吸阀的 这个呼吸阀 可能就是呼吸的 稍微舒服点 我之前还从日本 就带回来一个 一包吧 好几包 就是那个 也是仿佛买的口罩 那个口罩呢 可能就轻一点 然后呢 更加的 就是可能比这个 可能稍微美观一点吧 这看起来有点 有点专业对吧 那个可能稍微美观一点 但是呢 那个就是用完了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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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录视频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就显得 更专业一点 然后这个上面写了 这个型号叫3M 然后9001V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京东 或淘宝去搜一下 反正我觉得这个口罩 戴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 请注意一下各位 就是这个口罩 跟那个 普通的那个什么 纱布口罩 那不一样对吧 这个口罩就专门是 反雾霾的 可能 我觉得效果能好一点吧 如果你买那种 普通的纱布口罩 或者你家里 有那种老式的口罩 可能 效果不是很好 就是说 它可能防不了雾霾 或者PM2.5 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给我 还是选用一些 怎么讲 就稍微专业一点的口罩吧 其实口罩 而且 要经常换 OK 我今天反正戴了 戴了 戴了 这个一天 然后呢 我估计这个口罩 顶多撑个两三天吧 就是你会看到 如果有 如果我过两天 还录视频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口罩留着 对吧 我就不扔了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明显一个新口罩 和一个旧口罩 是有区别的 就是旧口罩上面 可能有很多那个灰尘 就是吸附 那个灰色的东西 就是那个脏东西 对吧 戴上口罩之后 基本上这样子 后面有两个 我不知道你现在 还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反正就是 我现在在说 就是后面呢 还有两个这个 这个橡皮筋 然后呢 这个绑在耳朵上面 戴上口罩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有个呼吸法 就是呼吸的时候呢 可能就稍微深长一点 但是各位 就是我知道 有很多是戴眼镜的朋友 对吧 如果你买了这个口罩 没有这个呼吸法 如果戴口罩 没有这个呼吸法的话呢 你戴眼镜的话 它那个那个 那个呼吸的那个 那个呼吸的气氛 就会从鼻子这边 就是可能 扎的不是很严实 对吧 就会出来 然后就会让你 那个眼镜上 蒙上一层雾气 所以呢 你再就 买这个戴呼吸法的 这个口罩呢 可能相对来说舒服一点 然后呢 那个眼镜上呢 也不会有雾气 不会影响你的视线 是这样子 各位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我觉得应该能听到吧 反正基本上 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那好吧 各位 今天就和各位 今天就和各位 小伙伴聊到这里 今天大概就 讲了一下 这个今天的雾霾的情况 然后呢 还有比如说我自己一些 怎么讲 就是对抗雾霾的一些工具吧 而且 还要请注意一下 就是家里面 一定要准备空气气化器 然后呢 把这个 在雾霾天啊 就是把这个窗户都关上 不要让雾霾进来 伤害到自己 在外面你出去 比如说工作 学习 你没有办法 对吧 然后呢 尽量不要裸露皮肤 然后戴口罩 然后有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可以戴个帽子 就保护自己吧 然后在屋里的话呢 可能就有空气气化器 保护你 但是我觉得 现在很多 可能很少有 这个工作的场合 比如说办公室 可能一般都不会有 这个空气气吧 对吧 一般都不会有 我觉得可能 只有福利待遇特别好的 或者说那些老板 特别为员工着想的 这些公司 或者单位 才会有空气化器 但如果你自己觉得 OK的话 你可以在你自己 那个那个 那个办公室 买一个 把一台空气化器 我觉得也没有阻位 就是怎么讲 就几百块钱吧 然后呢 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 然后可以保护自己 和同事 当然不会太大了 就如果你有一个小办公室的话 你可以把一台 如果太大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我觉得 就是说你买的空气化器的话呢 肯定还是有效果的 比如说 现在我看到这个指数 你看我家里还是 这个PM2.5 还是22 以下 然后呢 如果我现在走出去 或者我现在打开窗户的话 我能看到这个数字 马上就升上去了 就升到可能 要一百啊 或者是一百多 主要这样 反正空气化器 肯定是有效果的 我能告诉各位 OK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这里 拜拜 拜拜